由于港口职员工会与雇主协会双方谈判人僵持不下 洛杉矶港和长笛港职工大罢工今天进入第七天 紧张情势更引发联邦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 白宫发言人卡尼今天表示 欧巴马总统呼吁两方能尽快达成和解 洛市市长维亚来格莎说 这场罢工令洛杉矶地方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并建议指派调停人员来帮忙 港口职员工会与雇主协会 今年上午十点重回谈判桌 不过工会领袖称谈判进展令人沮丧 墨山基与长堤港从上周二开始吹响罢工号角 平日繁忙的码头如今空无一人 大批海运货柜积压码头进退两难 场面十分冷清 只在部分路口有罢工人士手举标语 来回穿行马路声援工会 劳工代表也表示 港口职员的待遇优厚 因此薪水并非他们这波罢工的诉求 洛杉矶港与长堤港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运输枢纽 而这一场码头工人的大罢工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七天 资方与工会方面的谈判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如果罢工再持续数日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预估罢工每持续一天就为美国造成大约十亿元经济损失 落实市长维亚来格沙建议指派调停人员 打破僵局促成和解 分秒必争的终结罢工行动 而全国零售业联盟也已经向欧巴马总统施压 要求白宫介入调解 促成谈判成功 究竟这场罢工是否会持续 甚至打破2002年西海岸传物公司十天大罢工的记录 现在仍有待观察 18台新闻洛杉矶港采访报道